和矮的阿姨带着可爱的孙女到基隆市议员杨秀玉服务处 索取赠送给欺读乡亲大小朋友的口罩 直夸秀玉真的很用心在服务 太好了 太亲切了 有为乡民在做事 有收集 他的口罩真的蛮特别 又有我是欺读人 真正的是欺读人 对于乡亲的肯定市议员杨秀玉表示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有趋缓的现象 不过仍然不能掉以轻心 在好朋友台药药业公司老板支持下 新推出密合度更好的4D语口医疗及口罩 持续送给欺读的乡亲 协助大小朋友们一起防疫 他是台药制药厂的董事长 也是跟我很好的朋友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他投资这个口罩 那这个口罩 大家有发现到我的口罩 这个真的是设计的比较特别不同 那我首先先讲就是口罩的外观 他这个算是比较高细 外观这个部分算是高细致的一个高纤维的 那我们中间这边算是属于那个容喷布 所以容喷布它的这个防疫效果是非常的好 防疫效果非常的好 那因为当时有很多乡亲 我说 修医你送这个口罩到底是医疗口罩呢 还是那个一般的口罩 我说当然是医疗口罩啊 我这个都是双钢印的这个医疗口罩 那送口罩送给乡亲 是要所谓的防疫的一个效果 我送这个口罩才有这个意义 而不管是最早推出的2D平面医疗级口罩 还是新推出4D与口医疗级口罩 一共4款 上面都印有 我是欺读人防疫最认真 以及七斗骂和杨秀玉的Q版图案 希望可以协助乡亲们防疫 也可以行销家乡欺读 说我要谢谢我的儿子 那我儿子在 因为他在南科嘛 在台南台积电上班 那我有一次我就设计 我秀玉陪你一起防疫 被我儿子念了 我儿子说 妈咪 你写秀玉陪你防疫 没有人会戴你的口罩 你要写说 我是欺读人 他说希望我把欺读行销出去 而不是欺读人来行销杨秀玉 他说 你很渺小 你应该把欺读壮大 把欺读行销出去 所以我儿子就跟我说 我是欺读人 那防疫最认真是我自己想 大家都知道 我很喜欢写打游诗 就取那个韵脚嘛 所以我也在我的口罩 这个上方有设计一个欺读妈 那也希望说 借由我的口罩 我是欺读人行销出去 也把欺读妈行销出去 那我们知道说 妈祖一直都是跟随在我们的乡亲嘛 也保护着我们 也希望借由这个欺读妈 妈祖来保护我们乡亲 出入平安 也希望一起来抗这个病毒 打败这个病毒 那如果说有乡亲 洗完我的口罩 欢迎到我乌兔来索取 杨秀玉也非常感谢台药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的支持 协助做好防疫工作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